不過整個流程其實我發現了是一個小漏洞 就是全程都沒有人查過我 究竟過去14天是否停留在廣東省、澳門或者香港 不過早前看到新聞就說 培港議這個計劃準備放寬到全國各地 似乎這一點現在才來收拾 又好像沒什麼必要 有看我早兩天開live的朋友應該都會知道 由於我有些急事需要回來香港處理 因此就突然之間回來 而在之前那幾次開live有答應過大家 說會幫大家去珠海和澳門拍片 這件事我想要遲些才可以找到 而我今次就是用了回港議的方法回來香港 因此是完全不需要隔離 不過要用回港議的方法是要有四個條件 第一就是要先在網上預約 不過老實說現在由大陸回來香港的人 每天都不是很多 因此我今次只不過提早一天就可以預約成功 第二就是要有香港的身份制 第三就是要在回來香港之前的過去14天 要在廣東省、澳門或者香港以內 而第四就是要有陰性核酸檢測證明 不過這個證明又有兩個條件要注意 第一就是檢測樣本要回來那一天 又或者之前三天以內採樣 而第二就是要去指定的醫院做 不是每間醫院做出來的報告 香港政府都是接受的 譬如我之前去北京的時候 做的核酸檢測是在龍華人民醫院做的 不過這間醫院香港政府就不承認了 而在廣東省以內的部份城市 整個城市甚至只有一間醫院可以做 譬如我鄉下潮州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而在深圳總共有14間醫院可以做 當中包括我去武漢之前做核酸檢測的那一間 港大深圳醫院 之前亦出過片 跟大家介紹過去那一間醫院做核酸檢測的具體流程 不過有朋友在那段影片下留言 就說那一間醫院其實是非常貴的 我那次做了175元人 而其他醫院雖然無法用回鄉證 來在Vchat公眾號上掛號 而且排隊的情況會比較長一些 但價錢的確是便宜很多 所以我今次就選了在名單上排得比較前 在深圳都算比較出名 位於盧湖區的深圳市人民醫院來做 不過正所謂一分前一分貨 整個做核酸檢測的體驗就真的遠遠沒有 港大深圳醫院的那麼好 裡面的指示是非常不清晰 做的時候是有點混亂的 而且等做檢測的時間的確是長很多 整間醫院是有分很多棟不同的大樓 而做核酸檢測的地方是在二棟地下 正如我剛才所說 用回鄉證是無法在Vchat公眾號上掛號 而話說在二棟地下側邊其實有一些掛號機 不過那些掛號機同樣都是不接受用回鄉證來掛號 因此我唯有去到人工卡卡排隊掛號 而人工卡卡的位置並不是在二棟裡面 而是在一棟的二樓 掛號後就可以拿著醜號 去到相應的櫃檢等i-number來開檢測單 不過原來等i-number有兩棟地方 一棟就是在二棟地下 而第二棟就是在一棟門口對出的看間廳 而那個看間廳其實遠看是完全不像一個櫃檢 雖然醜上面有寫明要去哪一棟等i-number 不過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沒有意味道原來一棟地下 大門口對出的看間廳同樣都是一個櫃檢 因此想當然去到二棟地下等i-number 結果就中覆了 到那個number才發現原來我們並不應該在這裡等位 結果又要走出去一棟大門口對出的看間廳等 是非常之免失事的 而最後我用了差不多一小時才開到那一張檢測單 開完檢測單之後就可以去到本身掛號的那一部機 給錢交費 給錢之後就可以直接進去做檢測 給錢之後去到做完核酸其實時間是非常短的 大概只是三四分鐘左右 因此來到這裡其實用的時間大部分都是花了在 等i-number開檢測單那裡 不過它的價錢的而確是便宜很多 只是62.42元 不要問我為什麼數字這麼鈴鐺 我也不太清楚 而這個價錢足足是港大的三分一左右 因此應不應該用時間來換取金錢就看個人意願 講完檢測之後就正式講講回港二 在去關口之前我會建議大家提早用WeChat填表 填定三個QR Code 填完之後還要提早Captain Screen 方便過關的時候使用 第一個QR Code是大陸海關的女客指尖服務健康申報碼 裡面的那份表其實我在四個月前 由香港過來大陸回來旁邊的時候都已經填過 現在開出來的時候裡面的照片都還在 因此填這份表是非常之快 只是update一下其中幾項資料就已經填好了 而第二個QR Code就是在月刊碼裡面 按那個月港通關 JEN通關頻證 而第三個QR Code就是在剛剛JEN出來的通關頻證旁邊 就按入境香港申報 JEN回香港衛生署的健康申報表 為什麼要提早JEN定QR Code還要Captain Screen呢 原因有以下兩個 第一就是由於第二和第三個QR Code都是透過月刊碼來JEN出來的 而核酸檢測報告其實會綁在你的月刊碼裡面 因此如果你提早JEN定QR Code出來的話 你就不需要再浪費時間回到醫院拿一份Hard Copy報告 第二就是如果你提早JEN定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個超快的速度 我自己就只用了15分鐘左右就可以完成整個過關手續回到香港 而就我現場所見 很多年紀大的人因為不懂提早填定 因此就要在現場那裡填浪費了不少時間 而其實我本身還可以更加快 快到怎樣 其實本身應該5分鐘就可以完成整個過關手續 但誰知去到一個步驟就嚴重停止了 到底有什麼呢 一會再解釋 接下來就跟大家講講整個過關流程 首先來到深圳灣之後 就要先過關口的行李安檢 過完安檢之後就要show第一個QR Code給海關的人員 蹲完之後就去到最浪費時間的那個步驟 就是這個開箱的行李檢查 不過我就發現並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開箱檢查 要開箱檢查的主要都是一些拿著迴鄉症 和比較年輕的人才需要 而由於整個行李安檢查完之後 那個工作人員還要左抄右抄 因此整個流程是非常慢的 結果我在這裡浪費了足足十分鐘才可以完成 檢查完行李之後就可以過大陸關 再過大陸海關的行李檢查 就完成了大陸那一部分 去到香港那一部分就更加簡單 首先就要show第三個QR Code給工作人員看一看 而由於由4月1日開始 由大陸回到香港的人士在第二日和第十二日都需要再做一次核酸檢查 因此show完QR Code出來之後就會有工作人員 給每人兩份核酸檢查包給你 那你就要拿回家拿口水 然後再拿去指定的收集點遞交 而在派檢查包的旁邊其實還有派口罩 不過那時候由於走得太快 因此就沒有維持到 所以就沒有拿到 拿完檢查包之後就可以拿你身份證過香港關 過完關之後就會有職員給你一張聯絡資料的紙 你就要填完之後放在出口的收集商那裡 然後就完成整個過關手續了 那你可能就會問 剛才不是說要將三個QR Code出來嗎 那為什麼第二個QR Code好像沒有用到 我猜第二個QR Code的作用其實只是用來將第三個QR Code出來 因此那個QR Code其實是完全不需要出事 亦都因為這樣 我過完大陸關之後還以為是要拿第二個QR Code出來 結果就被阿姐說其實應該要拿第三個QR Code出來 不過整個流程其實我發現了是一個小流動 就是全程都沒有人查過我 究竟過去14天是否停留在廣東省、澳門或香港 而話說那個月康碼裡面 其實是完全沒有記錄到我的行程軌跡 以往我去到大陸一些地方需要出事我的行程軌跡的話 都是需要用我的WeChat來打開我的電話卡的行程軌跡 但在我過關的流程是完全沒有人叫我出事過的 因此似乎這件事都是很靠那個人自主來申報的 而我亦都有聽聞過一些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他本身也是在大陸透過回港義來回香港 不過其實他在過關之前的早幾天才剛去完 除了廣東省、澳門和香港以外的地區 但他在過關途中完全沒有人抓他 似乎過去14天一定要在廣東省、澳門或香港的條件 似乎就形同虛設了 不過早一陣看到新聞就說 回港義這個計劃準備放寬到全國各地 似乎這一點現在才來整理 又好像沒什麼必要 好了今集就先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